YouTube的频道上面 对于那个表单上面的观看次数特别高 可能应该理论上这部分 应该大家也都需要 因为以往我们在很早期以前 在设计这个表单的时候 不是在VBA里面 大部分都是利用 其他的大型开发工具 那个大型开发工具 安装就非常麻烦 而且电脑的可能 你效能也不能太差的 要做出这样的东西 其实很花时间 而且很花费用 这个费用非常昂贵 可是如果你用VBA来做的话 基本上第一个 比较没有费用的问题 第二个的话当然 它的将来弹性比较大 你要维护 比如说你要增加一个栏位 或者减少一个栏位 这都是由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比如说你哪个栏位不要了 可不可以 可是如果你买套装的话就不行 像有一些套装 很多人就是为了公司要省钱 所以就外面随便买个套装软体来 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栏位都不合用 那你要把它 怎么讲 你又不想用它 但是又觉得好像没有它 好像又不方便 那用了它你又觉得更不方便 所以怎么办呢 一个简单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利用那个VBA自己定义出那个表单 然后呢 资料可以存在哪里 那就存以Sale就好了 以往的话呢 会额外利用其他的资料库 那一般最小型就ass 大型的话也许用SQL Server 或者用Oracle MySQL等等的 当然都资料库了 那如果你是一般性应用 或者是个人 或者是单位 或者是几个人而已 反正就是中小型需求的话 其实利用 以Sale来当资料库 也没有不行 而且基本上 以Sale本身就是一个栏位式的 它跟这个资料库的观念 其实是相通的 你这样要转档 汇入汇出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其实要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这地方表单的观念 所以这边请各位注意一下 模组 有没有 模组是放什么 放程序的地方 表单 有没有 这边有个表单 表单就是放这个 就是界面 所谓的UI就对了 这个UI就是说 跟使用者之间沟通的桥梁 那要怎么样快速的产生一个UI 这个就是表单部分 那产生的方法的话 不外乎几个重点 第一个 请各位看一下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产生一个了 如果你要再产生 请你在这个专案的任何一个地方 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 刚刚是模组 请你改成制定表单 这边注意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表单的话 请你产生一个制定表单 OK 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怎么样做会刚好长得像这样 基本上一般是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第一个制定表单 然后呢 接下来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呢 它会产生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就是一个form 那大小由你决定 所以请你拉一个大小 大概你喜欢的大小 再来的话呢 这边有个工具箱 请你把它移到旁边 当然你不小心把它 因为它其实很碍眼 有的同学又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怎么办呢 你要把它叫出来的时候 记得哦 上面会有个什么 工具箱 按下去 这样就出来了 关掉 或者可以怎么样 在检视里面 也有工具箱 这边找一下 所以以后如果你找不到什么东西的话 在这边找一下就有 OK 工具箱 那其他 还有同学是不小心把这个关掉 这个也关掉 留这个东西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检视 记得 刚刚上面的叫 专案总管 下面的话叫做 属性视窗 有没有 都通通出来了 因为有的人 很习惯 只要看到叉叉 就会手仰相把它点一下 有没有 我看有的人习惯动作 好像都会这样 那打 关掉之后 就 就像之前有同学是这样 他全部都把它关了 讲这样子 然后问我该怎么办 他就想说是不是暂时性的错误 就把它关掉 想说再开会就正常了 他再开一次 还是不正常 再关 就要开关很多次 我就看他有点怪怪的 他可能歇斯底里的 然后说 惨了惨了 这怎么办 是不是要重灌了 其实不用 就这样子 先把专案总管先叫出来 有没有 再把下面的属性视窗叫出来 那你这边属性视窗太大对不对 可以往下拉一点点 他们两个是 就是上下的邻居关系 那再来你怎么把表单叫出来 刚刚有个User Phone 1 请你把它点两下 他就打开来了 那如果你要模组的话 就把模组打开来 那要关的话 这边有个XX 就把这个模组关闭 底下的那个表单就出来 所以他的关联性是这样的 OK 环境大概介绍一下 所以刚刚我是先建一个什么 按右键 插了一个制定表单 再来的话 我要怎么样在上面布局 请你由外往内慢慢设定 外面的话 这个叫会员系统 我不希望 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希望更改他这个表单的名称 请你把它改成Home好了 我习惯叫Home 第一个表单通常叫Home 你把它按一个Enter 好 第一个 这个就叫Home 第二个上面的名称呢 叫Caption 它有个属性嘛 那这个所谓的属性 指的就是 这个表单的外观 跟状态 还有一些大小宽高 等等的相关设定 所以里面呢 都会有他的相关的属性设定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名称叫会员系统 那我就把这边改成会员系统 OK Enter之后 因为你那个Caption属性改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变更了 有没有 所以第一个 好 那我们表单部分的话 就新增之后 把它的Name 改一下 然后再改Caption 所以这个是1 这个是2 OK 好了之后的话 再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 姓名一直到 门号墨码 然后这边的话 放什么 放那个可以填写的 文字方块 这个血型用下拉清单 最后按一个按钮 所以我们会需要有一排 两排 算三排好了 那这三排的话 分别 记得 这个是用 叫标签 这个标签 只是 让使用者知道 后面要做什么 那后面这一块的话呢 如果是只有填写 这个文字方块 这个是下拉清单 再加按钮 怎么做呢 我示范一次给各位看 第一 点它一下 你应该有个工具箱 没有出来 这边有工具箱 好 第一个呢 请各位先加个标签 标签 特别就是大A 拖拉一下 那这个叫什么 姓名 怎么修改 看到caption 它有caption 请你打上什么 打上姓名 Enter 好 OK了 但是第二个问题是 字太小 颜色不对 怎么办 很简单 字太小 请你往下找 它的属性 这叫form 有没有 点它一下 它有大小 大概14号字吧 按确定 OK 大概这么大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再大 18 好 OK 但好了 假设18好了 类似你大概大小就可以 然后稍微调一下它的宽跟高 就是符合它的什么 这个框框就可以 再来它的字的颜色 黑色好像不好看 用个什么 假设我们蓝色 第三个属性 叫做 4 color 有没有 在form下面有个叫 4 color就是它的前景颜色 所以点一下 再点什么 调色盘 有一个蓝色 OK 好 那我就先产生一个姓名 对不对 姓名在这里了 但是后面呢 还有我需要的几个栏位 包含生日 雪形 然后呢 电信业者 门号莫马 总共会有 后面还有 包含它总共六个 那怎么做会比较快 我是建议 因为底下的东西 如果你还要再拉一个 还在设定 你必须要设定 1 2 3 要再一次 对不对 所以比较快的方法 是你做一个刚范本 将来呢 只需要改里面的caption 你的字形 跟你的颜色 都不用变更 那怎么 让它再复制 特别注意 如果你产生一个 如果你要再复制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复制 不过我教会一个 更简单的方法 按Ctrl键 Ctrl键按住之后 再去拖拉它 它就会帮你 Ctrl键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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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拉 有没有发现一个加号 对不对 那请你往下 拉一个距离 放开 第二个就出来了 再往下拉 放开 四个 五个 六个 而且你会发现 我拉的还蛮笔直的 而且距离也刚刚好 完全不用设定 不过这个是要练过的 才有办法 因为可能你要做很多次 不然的话 你们可能会这样子 就可能是这样 Y7扭8的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等一下会教会排好队 这个名称的话 比如说它叫生日 所以你再把Caption 这一个改成生日 这个就Enter一下 有没有 生日就改了 其他的都一样 其他都一样 那我们做完之后 要让它排好队 怎么排好队 特别注意 请你往这个方向 把它选起来 选完之后 第一个一定是 排头 那就以排头为准 向左看齐好了 有没有 像小朋友啊 或者像部队里面 排队 那怎么排队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跟Photoshop有点像 然后呢 在格式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 对齐 那白色那个就是主控项 你要对齐主控项的哪一边呢 是要靠左对齐 还是中间对齐 靠右对齐 由你自己决定 不过我习惯是靠主对齐 对 主控项的左圆 按下去 有没有 他就都排好队了 再来还有个问题 什么呢 他们好像距离 有多有少 对啊 所以以前那个小学生 都是请你把手举起来 刚好碰到前面 这样就可以了 距离差不多 那所以如果你在这边的话 怎么做 格式里面有没有 找一个 请你乱猜没关系 猜错没关系 直觉的 应该是什么距离 对 相等 就相等 OK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出 像刚刚那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 请你另外再把 里面的名称 分别做修改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用的是这个标签 第二个的话呢 文字方块 那怎么拖拉 一样啊 反正就拉一个 这个完全不用 不用去 变更里面的Capture 因为他只是让使用者输入一些资料 那这边生日的话 一样拖拉下来 按Ctrl键 那雪形 这个等一下是雪形 雪形的话 请你用这个 下拉式方块 因为我会给他一个是 A型 B型 O型等等 这个再把它拖拉下来 这个好像是门号 驱马 莫马 OK 然后间距的话呢 再把它 再用格式里面 垂直间距 设为相等 如果位置 你可以一起微调 如果一起选举的话 那就一起微调一下 把它挑着 最后的话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 命令按钮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拉开 然后呢 它的Capture 改成新增 改成新增 姿态小怎么办 没关系 一样 Phone 把它改成18好了 按确定 然后颜色如果不喜欢 你再改调色盘 换个颜色 OK 好 这样的话 就完成 我们第一阶段 这个字 自己再改一下 做完之后 长得就类似像 这个样子 好 第一阶段 我想自己先试试看 如果有一些细节 假如不太知道的话 云端上有一个参考的画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